大家好,今天先说一个新闻,再分享一个文章 首先是一个记者在赫尔松 称平民撤离通道遭到乌军的急速炮击 13人受伤,死人死亡 这是俄罗斯通讯社 说当地时间,俄军方面称 乌克兰军队20日晚使用了美国的哈马斯多管火箭炮 系统发射急速式的火箭弹 炮击赫尔松市一个平民撤离渡口 导致13人受伤 包括两名当地电视台工作人员在内估计死人死亡 说此次袭击中受伤的赫尔松记者 这叫弗拉达·卢格夫斯卡亚 他说他亲眼所见 当时平民撤离通道上根本就没有俄军人员 说这就是他们乌军对撤离民众所做的 好吧,我搜索这个人是哪国的国籍啊 好了,我搜一下 他们这个电视台应该是在赫尔松本地的电视台 好吧,目前我粗略的搜一下 是这样的 乌克兰南部作战司令部新闻发言人呢 说在乌军的这次袭击中呢 他说否认有平民可能受到伤害 这是他们的说法吧 这是这个记者 还被这个俄国的国防部给转发了 叫Tavry TV Channel 随着俄乌冲突战场形势变化 近期冲突焦点 从乌东部的顿巴斯 转向了目前俄方控制南部赫尔松地区 当地时间赫尔松当局 开始往俄罗斯安全地区转移平民 就是把人口迁走 预计用6天完成6万民众的撤离工作 二是赫尔松 军民行政管理局副局长 在Telegram上表示 已有约1.5万民众被转移 说此前对于军事行动 有关平民的问题 乌克兰方面曾声称 乌军在反攻期间 对平民采取了保护措施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 乌东 乌南和东部被控制领土上的军民 应该设法离开 就是泽连斯基也支持 乌东这地人 你们赶紧走吧 他在一次夜间讲话中说 俄军会试图征召当地居民入伍 请尽量避免加入他们 都说是离开 但是两边解读不一样 一边是俄军 这边拉走 然后说是保护他们 然后乌克兰这边 泽连斯基说你们也应该离开 但不是说离开之后 跑到俄罗斯那边 说你们可能会被征调 说俄罗斯微信通讯社 就把新闻通讯说了一下 就是火箭炮袭击 说12枚炮点中 有11发被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击落 但有一枚集中目标 落在了安东诺夫大桥区域 俄罗斯的这边称 乌方使用的是美国的海马斯 多管火箭炮系统的 极术式火箭弹 但其碎片式结构 可能造成更大杀伤 当天说袭击 共同造成四人死亡 其中包括两名当地 塔弗里亚 广播电视公司的工作人员 另有13人受伤 其中有儿童还有记者 我靠 记者身份够高的 已经和儿童一个级别了 遇害的工作人员中 有一人是俄罗斯制片人 他曾在俄罗斯电视第一频道 莫斯科24频道 和进入俄罗斯等俄媒共职 10月初为遵循本心 前往塔弗里亚电视台 协助展开工作 一个俄国级的 一个制片人跑塔弗里亚 这个冲突地区干活 结果反正就 应该叫什么 应该叫牺牲吧 然后这个就是被击中的女记者 她说伤势好后 这个女记者通过视频 展示了击中她的弹片 讲出了预期经过 然后俄罗斯外交部 也发布了这个视频 强调说袭击的是平民车离通道 据她说 事发当晚 她正和同事 还有其他媒体的朋友们 渡河 他们听到了一些炮火 当时大家以为 是防空系统的声音 就没有太当回事 但爆炸突然就发生了 坐在车次后座她 只觉得一瞬间 玻璃碎片像雨点一样 打自己身上 然后女记者回应 千金一发 之际是电视台的同事 救了自己 对方有身体挡在她面前 然后把她从车里拖出来 带到路的一边 后来发生了事 她说记不清了 因为当时的胸口 已经被弹片击中了 一个这么大的碎片 飞向我的胸膛 医生们把它取出来 她穿透了我的胸部 并且流到了肋骨附近 而外星的事经过治疗 目前已无大爱正在休养 说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 然后她自己说 对于此袭击 她不知如何评价 但她亲眼所见 当时平民车离通道 根本没有俄军人员 有的只是想离开 此际的普通人 就说你对普通人 展开了袭击 她说这个当局是哪个当局 是乌方的还是俄方的 这写了 说赫尔松 军民行众管理局副局长 在他的官方上表示 他认为乌军此番 是故意袭击记者 是有针对性的袭击 以消灭那些 如今在报道赫尔松局社人 他强调当局已就此事 向国际社会提出申诉 俄罗斯的调查委员会 表示已对袭击的事件 展开形式调查 然后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称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用急速弹药攻击 这些撤离平民 试图对他们造成更大伤亡 谴责击辅政权 明目正胆的仇恨行径 在联合国那 反正也提出上诉抗议了 就是大家都说各个的说法 看评论区 说关于平民被乌军炮击这事 顿巴斯人民最有亲身发言权 法国女记者 拍摄的55分钟记录片顿巴斯 大家这篇做记录 说记录片中 顿巴斯人民一直生活在地雷 轰炸 什么地雷轰炸 好吧 老人女人小孩躲在地下室 无助人民拿着被偷租的水做饭 四岁的男孩失去了双手 累贵的孕妇被斩首 年轻男性被抓起来枪杀 年轻女性被抓起来凌辱 侮辱 财产食物被抢 医院里的灯光忽明忽暗 受伤的人们躺在病床上 没有任何药物 医疗设施 人们根本不敢住在楼房里 人们的脸上只有绝望 恐惧无助 愤怒 顿巴斯人民整整经历了8年 普京也整整整了8年 加油顿巴斯人民 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 330个赞 零个才太牛逼了 然后这个新闻 其实前两天我关注过 她是最近被解雇了 这女记者说 她一直供职15年的巴黎 第一大学 小方邮件称 不许 原因是她不再符合学校价值观 她说她还在联合国战争 最新委员会作证 受到人身威胁 好吧 看看其他的评论 有人说 她是里边记录片里也说 说顿巴斯8年来乌军乌冬民兵平民俄军 一共死了13000 说这个是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的调查报告 但是对于认为法国记者普京说的 说顿巴斯8年来 死了13000的平民 是都死于乌军轰炸 好吧 说这是篡改联合国的说法 好吧 一些春秋笔法 13000死没死 死了 13000都有谁 有俄军 有乌军 有平民 到他们那边 就是全这乌军炸死了13000平民 牛逼 有人说 说法国这边大学 列出的几个原因是女记者捏糟事实 说她没有进行任何实例考察和调查 就进行了虚假报道 严重违反职业道德 说二 你有区已有的公开报道的数据 没有给出任何数据来源 三 第二职业呢 严重影响第一职业工作 好吧 这个怎么说呢 呃 其实各种东西混在一起啊 这个各种个理由都有啊 还有人说呢 这个 所谓的法国媒体呢 是 黄俄派 而且带有新纳粹性质的一伙人办的 说注册资本 就是俄罗斯 这个法国女记者呢 拥有俄罗斯护照 拍摄过程中呢 更是有这个卢军亲自护送啊 好吧 也挺有意思啊 他说 专门说 有这个护送啊 挺牛的 厉害 不过这个新闻本身啊 我觉得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可能发生 我觉得当然有可能发生 打仗时候呢 你说情报失误啦 或者什么的 诈此人很正常啊 好比说吧 你叫点会儿 咱严格来说 回忆一下啊 本频道啊 从一开始这个俄军攻打乌克兰的时候 我有报道过一次说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俄军攻击乌克兰的一些设施 导致了一些平民伤亡吗 其实一直有嘛 对吧 我从来不谴责 为什么打仗不可能不打到平民啊 我既没有遣夺过俄罗斯 我也没有遣夺过乌克兰 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我谴责什么呢 就是说 你特意有针对性的啊 去对平民进行袭击 对吧 如果证实是真的啊 那这个应该是上军事法庭的 但是说实话 陈诚实际啊 这个很难去做这个事情 好吧 因为真要抱不起 说哎 你这帮记者啊 他们都是那个 怎么讲 什么汉奸啊 无奸啊 对我知道你在哪 顺便就一搜的给你打万得了 可能这种人这么想啊 他也实干了啊 这个行为你要真干了 但说实话 这个确实是反人类的一个罪行啊 应该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啊 但是你从清理之中呢 我倒能理解啊 因为各方都会去尽可能的 利用自己手术的便利 完成一些 他自己坚持的一些 愿意相信的东西啊 或者像这个什么赫尔松啊 反正这个乌冬地区 说实话 打来打去的啊 有人说啊 存在什么特意的 这种种族灭绝啊 屠杀 我跟你说啊 这个乌冬地区 那人他自己都分不清楚 你什么 我是乌克兰人 乌克兰血统 还是俄罗斯血统 大猫猫 其实是一码事 很难去问出来 你只能说 从意识形态上 你说你是清俄 还是清欧 你只能这么分啊 清俄还是清欧 对吧 那当时那个 我记得那个过去 有过那个采访吗 还是咱们凤凰网的记者 还是谁啊 利斯坦那边去采访过 就说这块 他们那很多人 就是拿着那个俄军 发的这个装备啊 就在那去去搞搞叛乱吧 他们就是说调事啊 其实常见 就是我先给你的当地的反反 这个就是抵抗势力啊 就是我不想被你乌克兰统治 这些分离势力 给你提供军事援助等等装备啊 然后呢 支持你们去搞事啊 然后呢 哎 搞出事来 然后说哎 你看你们自己干的啊 你们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你还不能 他拿枪可以打乌克兰人啊 正规军 然后你不能打他 你打他 你想你 残害乌克兰的民众 我靠 他先开他先开枪好吧 而且严格来说啊 他严格来说 是吧 你说俄国一开始 不搞克里米亚这个事 有人会惊吓你们吗 对吧 所以说 其实按照我俄亚战争 这个事的理解吧 就是俄国一直有这个心理想 一点一点蚕食 把乌克兰呢 一些就自己人口 占定比例的地方 慢慢给吞过来啊 占定牌嘛 这老毛子老传统了 然后乌克兰这边呢 他也用他认为合理的形式 进行了反制 包括说 一些可能亲俄的一些分子 他要进行攻击啊 或者一些一些刑讯啊 反正对他们尽量惩罚啊 然后俄金枪 你搞法西斯 对吧 你破坏人民啊 商量到这个 种族主义灭绝上面了 你打个人自己从血统来讲 人自己都分不清 说我是 还说就我说了嘛 就是到底说 我是俄罗斯人 还是乌克兰的自己分不清啊 俄国说啊 这是种族灭绝 你灭谁啊 都那么一个人种 好吧 我天哪来种族灭绝啊 我灭我自己嘛 行吧 看另外一个新闻啊 就是说这个 就不是新闻 这是一个文章 就是说这次的作战啊 说俄乌战场啊 用无人机用的很牛逼啊 说这是可能 未来的一个可怕的未来 你看 说这个乌军发布的视频中啊 乌克兰无人机突然降临 降临啊 俄军上空 俄军士兵赶紧握倒啊 然后呢 全搜成一团啊 为时一晚啊 说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镜头啊 说 面对迫在野心的无人机 一个俄军士兵也没法躲 生死关头 只能冲着镜头 露出尴尬的笑 恐惧无奈 一余言表啊 说哎 我冲你乐乐了 等你不要打我 这个意思啊 那一边呢 乌克兰方面 现在最头统是啊 俄罗斯发动了 更密集的自杀式无人机攻击啊 说也不是我们印象中的 高精尖无人机啊 说有声遥控什么的 他就设定好了 过来框啊 就就就爆了啊 设计成了这个撞向目标 并引爆弹头啊 说这种无人机哪来的啊 说乌克兰的无人机呢 来自于美国的弹簧刀 说但大方一彩的是 土耳其的TV2啊 在此前呢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冲突中 阿塞拜疆啊 就是这种无人机啊 从空中打坦克 一打一个准啊 是这样的 不是咱们那种这种 罗前讲义的啊 这种无人机啊 说俄罗斯呢 无人机按照乌克兰的说法啊 来自于伊朗的 见证者136无人机啊 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呢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 更是指称 俄已从伊朗 订阅了2000多架 该型号的刺杀是无人机啊 然后呢 说要和伊朗断交啊 然后伊朗方面呢 断然否认 向俄军出售这种武器啊 好吧 又回顾了一下 包括北内瑞拉 这边的总统 马杜罗 检约军队 两架无人机呢 载着C4炸药啊 说掠过 那队的士兵 对杜罗发动了攻击啊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啊 作用无人机啊 刺杀一国元首啊 说命大啊 逃过一劫 好吧 当时的情况啊 他这种攻闻包 其实有这种防暴的作用啊 这个安倍那会儿呢 其实是类似的啊 他就讨论吧 说假如说啊 这种无人机呢 再小一点 对吧 那你怎么防 他毕竟这个目标 还算是比较大 说一种新型的 V型无人机武器 这么点 这么点 说这玩意儿呢 他能上面带一个弹头啊 你可以带 带这种小型炸弹 然后搭载摄像头 进行人脸识别 一旦确认 这人脸匹配上了 就冲人头 撞过去 搬一包头了 不错 真是太恶心了 挺牛逼的 挺牛逼的 说到这是AI武器 就是人脸识别嘛 根本不需要人操作啊 提前输入命令即可 进去的攻击 能量足以击穿啊 头骨啊 防不胜防 对吧 这人脸嘛 到时候光机 撞上去了 牛逼了 这人直接死了 可以适用于暗杀 特别列举了一些 就无人机在未来中这种 很多的各种各的应用场景啊 战争 袭击特等目标等等 说俄乌战场呢 就是乌克兰士兵 抬起机枪 打无人机 哪怕击落大部分无人机啊 但漏网之余 仍对乌方啊 是重大打击啊 甚至说民用无人机 都可以被改装啊 上战场啊 俄司大使馆呢 还称赞啊 说大江公司制造的 四翼四旋翼无人机 原则上已成为 现代战场的真正象征 其他大江公司 李成青啊 说大江产品 致力于造福社会 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不适合 也不满足军事用途需求 我们不支持一切 军事领域的应用 好吧 大江答案都慌了啊 卧槽 评论区直接回 太逗了啊 现在大江赶紧成青啊 立场啊 不是我没有 你别瞎说啊 说趁着这个公司就说呢 说以后啊 说我们不用给云管的爱国者 去准备棺材 现在人工智能啊 胜任他们所有工作 我们的自助武器很小 速度快 准确 不可阻挡 这种全新的这种 战争作战方式啊 说以前11年 雷刹本拉灯啊 很麻烦 那是不是用无人机 就可以搞定了 对吧 这玩意儿 不能全部替代啊 因为很多作战场景 你说去地厄室了 怎么办 你没辙 对不对 就说还是 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人啊 来考虑这个无人机 和核武器一结合 对吧 这能拉动核武器 牛逼了 不太可能 好吧 就有人预测 未来会不会变成 这个群世机器人打仗 这过去 我记得我最早玩 那个合金装备 Metal Gear吧 其实就出现了无人机 机器人AI之间互相打 当然觉得有点科幻 现在就看 我靠 也不是不可能失线嘛 对不对 而且他们这无人机 跟咱这无人机 还不是一把事 咱这螺旋奖 中国造的基本都是螺旋奖无人机 这个还真的不是一把事啊 但是你说民用的能不能改 理论来说也能改 对不对 那就是像这种嘛 其实它其实就是民用无人机 改成那样的 很难防 很难防 所以我觉得吧 此类问题 搞不好 为了真的 大家都是无人机 打来打去 你说会不会无伤平民 对不对 那此类问题 和一个文章啊 就分享到这里 我觉得这次 维吾战争 可能未来我们 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的 看到无人机的一些 作战的这种身影啊 至于说咱们以后 无统台湾 会不会有无人机 我也不排除 我觉得也不排除 好吧 行 今天的新闻就分享这里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 收藏 订阅 点小铃铛 谢谢大家